随着演艺之星的上架 那么玩家对于碎片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了 虽然手周享有折扣 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回收购买的 更何况是永久常驻的演艺之星皮肤 能白漂当然还是要白漂 那么碎片不够怎么办呢 四个超快速获得碎片的方法送给你 第一种快速分解体验卡 体验卡对新手玩家还是不错的 但大部分玩家都拥有了大量的角色 因此这些角色卡和皮肤卡就成了摆设 那么将其全部分解 将可以获得大量的碎片 第二种就是线索换碎片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用线索抽取就赛季精华 理由很简单 这个精华绝大部分蓝色品质以下的道具和皮肤 基本都全部获取完毕 因此抽取的时候 很大概率会直接获得重复道具 那么碎片就这样拿到手了 第三种分解头像兑换卡 这应该是所有方法中 最快速并且量也是最大的一种获取碎片的方法 单个兑换卡可分解200碎片 拥有31个兑换卡的我 可以直接分解6200个碎片 简直不要太爽了 最后一种也是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种 那就是协会币兑换 每次赛季结算的时候 拥有协会的成员都可以获得一笔协会币 同学们可以通过协会币兑换碎片和紫挂体验卡 一般一个赛季可以兑换1000个碎片 当然庄园中还有许多获取碎片的方法 但想必以上的4种 除了抽取精华重复精光以外 没有比这4个性价比更高的了 那么问题来了 你觉得还有哪些获得碎片的方法吗